介绍了四个了 我们继续往后介绍 所以增加一张资料表 我们先来看所谓的一个类别分析 类别分析是什么意思呢 通常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有做了时间的分析 我们有做了一些 比如说销售与利润之间的一个散步分析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进展到 例如说这里面 这里面这些类别 我先点一下这个类别 当我点了这个类别 因为我们其实只有三种类别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用圆形图的方式呈现 怎么呈现呢 怎么呈现就是点这个圆形图 然后接下来 这个类别 类别用圆形图来呈现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勾选 这个销售额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 我们有三种类型 所以它这边有三种颜色 然后黑色 黑色代表是家具 然后接下来这个技术 这个是办公用品 可是你这样去看资料 你会不会希望说 这个资料呈现百分比 我稍微先放大一点点给你们看 因为圆形图最多被问到的问题 就是它要百分比来呈现 好所以我先把这个圆形图呈现成 例如说 这个详细的资料 自行大小 我稍微设大一点 方便我们来去观看 这个叫详细资料没有问题 对不对 在格式里面 有一个叫做详细资料 可以把字放大 好放大了 可是你会不会希望呈现有百分比 会吧 你不是只要单纯有一个标签而已 你还希望有百分比 所以怎么样出现百分比 详细资料里面 这边标签的样式 标签样式 这边有一个叫做类别 总计百分比 这种是我们比较常使用的方式 当然也有同学会说 那我可不可以呈现有类别 有总计 然后也有百分比 这边叫做什么 所有详细资料标签 所有详细资料标签 反正它能够呈现全部都呈现 比如说数值是多少 那个销售额是多少 它也呈现 可是圆形图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 不是要去呈现那个数值 而是我们来去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好 所以我就直接呈现类别 以及总计百分比 你有没有发现 加剧是35.66 第二名是技术是34 第三名是30 可是圆形图三番天下 你会不会觉得很类似很相似 没有这个百分比几乎觉得都差不多 大小差不多 这是圆形图的缺点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呈现 例如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直条图就比圆形图来得清楚 例如说假设复制贴上 我把它设成 例如说是群组直条图 对不起 这个把它设为群组直条图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它所呈现出来的那个阶梯状 是不是就比较明显 这只是我补充说明的 我的意思是说 当有时候我们要去做那个资料 资料呈现的时候 也许三者我们用圆形图 看不太出来 当彼此差不多的时候 建议就要换一种图 三种蛮适合 我至少觉得圆形图比资条图好看 好看不重要 你要重点是把资讯呈现出来 让别人一目了然的知道 这才比较重要 好 那接下来这边我就先delete了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叫做纸 就是这叫类别嘛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有纸类别 我们再去画一次 再去画一次 就是说这种圆形图 好复制贴上 然后请把这一个 请把右边这一 这一个图 这一个图的这边是不是看到类别 有看到类别哦 请把类别然后这边 把纸类别拖曳到类别的下面 你看这边这个资料是不是就出现了 类别这边只类别拖曳到类别的下面 请问一下这个出现你是不是就可以试着 例如说你要你到底要点这一个还是这一个 就可以看到下一阶 例如说我现在点选这个工具 有没有看到下一阶 有吧 听得懂我这边放置这图里面 我就放置这两个 他就自动做成阶层 阶层知道这个观念哦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向上向上 他就变成一个什么 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就是类别 的圆形图 然后当我现在点选向下探索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呈现17个类别 然后由大排到小 例如说这个14.3 这是书架 这个是器具是13.44 再接下来12.9 可以吗 用这样子的方采去呈现 这是另外一种 因为他本身彼此间有那种 阶层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放 举例来说台北市 底下是不是有12 12个行政区 这样阶层关系 你是不是就可以这样放置 例如说好了行政院 行政院底下不是有5院 对不对 行政院底下有8部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可以这样有阶层关系 你可以这样上下堆叠 你不用刻意去 我甚至也不用加米阶层 这样他就做好阶层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快速方便的去完成 这一张所谓的一个圆形图 这个是从类别来去看 然后这个是从子类别来去看 好 所以现在这张图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圆形图圆形图 这种形式我觉得还比左边那种来的好 为什么呢 从比例上面来看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公司里面最主力的产品就是书 如果说你看到这张图你的报告的形式 就会变成说我们公司的主力产品主要是书架器具 以印机这四个纸产品类别为主 超过就是销售额超过50% 光四个项目就超过50% 对吧 那这就是提供给你们那个类别资料分析的时候呈现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它这边有阶层关系 好 圆形图讲完了 我接下来就是类别分析 好